急救主要是保命 其次才是解症 鉴于心脏骤停 会瞬间夺取人命 面对促导之症 除非其意识清醒 还能表达 或手脸抽搐 扭曲变形 否则最安全的做法就是 只要昏迷 皆先就地立刻按推 上背部原始点约两分钟 若无改善 再按推头部原始点约三分钟 好 我们继续再把这一段解释一下 什么叫急救 急救是要解决症状还是要救命 救命嘛 那脑状况会不会死人 会不会 会死人哦 那是被吸烤死的 什么打状况会死人 脑状况不会死人的啦 了解吗 天前会不会死人 不会 但是你研制久了就很难说 包括脑状况你研制久了 组织慢慢坏死 就很难说了解我的意思吗 一般是不会死的那么快 但只有心脏骤停会死的很快 所以我这里特别提出 你急救就是要救人命 那什么会躲起人命 心脏骤停会瞬间躲起人命 好 那面对助导之症 所以我们要开始 既然是以救命为主 那我们也要辨证 开始辨证 排除几个可能 第一个如果这一个人意识清醒 我就可以确定 他不是心脏骤停对吧 对 好 这一个意识清醒 他如果说我呼吸困难 那就揉上背部 如果他说 哎呀我现在头阴头痛 那你就揉头部嘛 对不对 因为他会表达嘛 你不用担心 那就照我们的正常程序 这样了解吧 即便他倒下去 然后还会跟你讲 哎呀我心脏没有力 或我胃很不舒服 或我胸闷胸痛 了解吧 那你就看他讲怎么样 我们就照这样做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还要变 他倒下去 他手脚有没有抽搐 然后脸部有没有扭曲病情 要不要变 要啊 这个要多一秒 你看第一个画面看不出来 他眼睛就这样 对不对 那他有没有接下去的动作 你稍微看一下 多一两秒 不会耽搁事情的 那他有连续动作 那个一定不是心脏作品 心脏作品只有一个画面 他可能这样 接下来就没有动作 都只有一个动作 心脏作品只有一个动作 不会有连续动作 就是停顿 他就是停 了解 但是你不要被他这个动作被骗了 你以为这个就要抽筑了 马上做 等你发现 不是啊 他怎么弹软了 什么都没变了 哇 来不及了 再按 可能就 因为他心脏作品 生死就 尤其严重的 瞬间会热人耗尽的 你根本 如果没有立刻 你救不起来 他有分轻跟重 所以刘易新那个不能当做标准 那个是他遇到轻的 还可以这样看 他不然抬过来找就死了呢 我讲白的是这样 所以有分轻重 那这个医学都没有讲 所以大家也搞不清楚 那我们从很多安医一路收紧 我几乎就可以确定 有些心脏作品自己可以起来 有些是要经按推大开关才起来 有些是你按 虽然大开关有效 但时间没有征集到 你也来不及 那瞬间热人就耗尽了 就跟三 好 那这样排除这两种 那就这两种一定不是心脏作品 对吧 那好 接下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怎么样 只要他昏迷 因为昏迷有可能是脑中 也有可能是心脏作品 我们一时分不出来 对不对 因为脑中风口眼也会乖斜 那也是比较静态的 那心脏作品也是静态 你很难分辨 尤其在那种紧急状况下 不要想你以为你脑袋会很清晰 不对 所以这时候不要缓三七二十一 立刻就地 我这里是就地 不是还要抬过来吧 没有 跑过去 是你跑过去 然后也不要抬到 有没有床上啊 都不要找啦 不管地上有多冰凉 就做了 因为这时候几秒钟 生死就在几秒钟 了解吧 都不要搬动 立刻做 就地 这个概念跟以前也不一样 我已经讲白了 这个真的是来救命 好 那立刻做 按推上背部两分钟 如果有效两分钟一定起来 但按推没有效还有一种可能 它有可能是什么 脑中风 因为我说 奏平 有可能上背部也可能头部 或两者兼额有之 有没有 它也可能同时出现 那所以你按上背部没有效 你一定要怎么样 立刻再按头部 好 真的我再放一个案例 中风急救案例 我在今年2012年5月 看完张医师的DVD以后 又在6月上了手法的训练 在7月份也去听张医师亲自演讲 看到一个影片就是 刘医师在被人急救的时候 那个印象给我很深刻 可我没想到 在8月的3号晚上10点半左右 我跟当我爸爸 他96岁的老人上车的时候 他坐在我车缸上 忽然间他就往左边这样倾倒下去 我就观察他的脸部 他都已经两眼掉 然后口开了 那我就看他整个人要 头都要撞到地下的倒下来 我就很自然反应 把他扯到地板上 开始就给他做背部的延时点的推案 开始做那个7点 在左边的时候 我用手肘这样去给他按的 然后再因为他脸是向着我这边 那在坐对面的那个7点的时候 手肘不方便了 我就用我的手肘的那个工具 就是四个尖尖的手指头去按 按完以后呢 我又想说把他翻过来观察一下他醒了没有 没想到就下招了 发现他整个眼睛 那个眼圈都黑了 闭起来的 嘴巴也更逼紧了 那我心里面就更紧张了 那快点要跳到头部去了 我就给他的头部延时点 第一点就是那个耳后的那个点 平常那个点对他来说他连给我碰都不能碰 是很痛 这下子我就用船部很地道的力量这样子做下去 他完全没反应 那我以为到了这下子 我不知道我自己做的有没有好处 可是已经没选择了 就感觉像个还没训练好的小兵 就给一下子大班匹马 就上了那个战场去 没选择了 我只能够很专心的做下去 结果后来接着我就做那个头部 那个整骨下那个四边 这一边就是他的左侧 我就用手肘这样去按 然后跳过了颈椎那边的时候 手不顺利 我就改用是这样的手指的攻击 然后按到第二点 拿起来要按第三点的时候 我就听到一个声音 他就这样子 就来一个很深的吸气 我知道他已经醒了 然后我推看他眼睛已经围开了 我很开心的 结果就又想把两个快快地把它弄好 没想到他的手有一点就退过来 可是又没有力 可是已经真的醒了 然后我结果还是把他最后那个 那个他右边的耳边那个点揉的时候 他就手已经过来要抓我的手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按赋从头到尾 在给他寻解的时候 他就出声说 冲响啦 低头啦 声音也出来了 我就更安心了 他更有力量就抓我的手 好像要打我不给我再按了 他很痛了 然后我直脚截后已经完全醒来 我就安心了 在很危急的时期 我虽然很紧张 可是还是很稍长 很正常地把它完成了 结果也真的保护了我爸爸的生命 希望从这个经验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真的可以学习这个手法 在生死的关头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谢谢 爸爸 啊 爸爸 谢谢 陈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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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很好 这次给他照一照 陈一辈子 忽然间 他就往左边这样轻倒下去 我就观察他的脸部 他都已经两眼掉 然后口开了 那我就看他整个人要 头都要撞到地下的倒下来 我就很自然反应 把他持到地板上 就是在让你们 怕你们重点没有抓住 再把这一句话 把它调出来 因为他有叙数 两眼往上掉 有没有 口开 有没有 结果他是脑部 他不是抽搐 了解吗 然后最后他按了上背部 没有笑的时候 他最后脸是反而有点花黑是吗 眼前是吗 发黑了 那发黑就是面无光泽了 那就更危急了 所以没有错 好 那我们来分析这一个案例 倒下去 这个也是助导了 对不对 是心脏病呢 脑中风呢 边形呢 一下子有没有办法分析出来 你看那么解极 还蛮难的 就是有一点往上掉 然后就倒了 嘴巴张开就倒了 这个跟我们那个主持人 有没有很像 所以很多人就在传 这个是心脏重点 有人说是癫痫 我看还有可能是怎么样 脑中风 也就是脑部切痒 那这个如果不处理 很可能他主持就慢慢快死 变植物人了 这个也是要急救的 好 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 你没办法变的时候 他一倒下去的时候 先按哪里 上背部不管对或错 反正两分钟 你绝对不会耽搁的 然后即便他是头部的 你按到上背部 两分钟按完的时候 再按头部的时候 他还来得及吗 还来得及啊 他也做给你看啊 还来得及啊 那不就达到我们的目的 如果他是心脏的 我们也就起来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 这时候一定要怎么样 立刻就地 按推 上背部两三招 好 那上背部之前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先左后右 有没有 因为心脏在左 那个那一句话是错误的 为什么 不要被西医迷惑 西医认为心脏在左 一定是左边一定痛吗 不一定 因为我们的脊椎两侧 都有可能出现怎么样 痛点 所以你不要管左右侧 然后尤其在急救 你还跟左右 你没有脑袋那么清楚 我跟你讲 那一急下来 还管他左右侧 了解吗 先坐了 反正能按到哪里就按了 这一排按完 按另外一排就对了 这样你们就不会有怎么样 压力 这样也好操作 所以我这里就不再写左右侧 道理是在这里 好 这样都解释清楚了 所以急救 只要昏迷倒下去 排除前面这两个状况 先按哪里 再按 如果没有写 再按头 就像这一个 所以他变成我们的按推的 按例是变成标准程序 之前还会笑他 真的脸部还有 眼睛往上掉 嘴巴张开 事项都有可能啊 原来心脏作品 也可能突然间这样 那你看好像是要掉 或是脸部也有表情 你一下子很难分出 是什么表情 那这个这么刹那间 你又要急救的时候 分不清的时候 这不要把 上背部 那即便按错 也会有效 你再来按头 错错有意 这样你就完全理解我这句话了 好 那按法还有规定 我们继续看下面 由于原始痛点位置深浅不同 且抢救分秒必争 所以按推原始点虽然会消耗热能 但力量仍不宜太轻 好 这一句话 就是我们以前说病人很虚 按推不宜太重 有没有 我反而这里改成不宜太轻 蛮好像吗 为什么我要这样写 因为痛点的位置 有深跟浅 万一你太轻 患者的痛点是在深层的话 你按不到深层 那他痛点没有出来 就不会激发怎么样 激发整个的组织器官 还有热能整个的 运作 我昨天有讲 那个痛点来自于哪里 神经组织器官五脏六五 包括热能嘛 那你没有按到 他的效果就变差了 而且生死在上那间 这时候既然有深跟浅 我们如果按深一点 浅的能不能按到 那你按浅的 深的又按不到 那你按深的 深的也可以按到 浅的也可以按到 然后又在瞬间要 取胜负的时候 这时候出手就不宜怎么样 太轻了 不宜太小气了 就要出手大方一点 该按深层就按下去 所以我最后这样结论 因为我们从原始点的患者做太多了 我已经很清楚 痛点有深跟浅 对吧 不可能大家都一字都在表层 然后随便一按就能够按起来 不是这样 那万一你遇到的是深层的 你很可能就错过了 所以这时候出手就怎样 你念重一点 那重你们会怕 那会消耗热能 我这里也写啊 虽然按推原始点 会消耗热能 但力量怎么样 还是不宜太轻 那在短时间 你不会消耗它太多热能 如果你只是要刺激它 让它整个动过来 那这个不会耗太多 而且我们下面又有一句话 我们继续看下面 此外 在按推上背部 或头部原始点时 只要病症减轻 或时间一到 急需停止 你看我这里又有严格规范 你只要按推有效 就不要再按 那这样 可能几秒钟你已经救起来 你不可能再一直消耗它的热能 这样非常安全 了解吗 然后还有 即便没有效 我也不一定 你相对背部只能按几分钟 两分钟 那这样两分钟 也不至于消耗太多热能 了解吗 即便稍微大力一点 我认为也不至于 所以 有这一个 等于 再把关着 不至于让你 按推 下手过重 或过久 不会有这种问题 我这样讲 你们理解 所以这一句 在配合上 已经是一个 很安全的操作方法 按推后 不论病症 有无改善 皆应以外内热源温支 与此同时 还要保持环境安静 空气流通 周遭温度 因以温暖 舒服为宜 按推完 有效 我们还是喝姜汤 温敷 没有效 本处体伤 那我们还是要内外热源 所以有没有效 我们都 接下来的步骤 都是 这样 一样 所以 你看 我们在便衣已经有讲 我们是一套诊疗体系 所以 要解决疾病 必须要同时解决 怎么样 体伤 还有热能不足 有没有 昨天便衣已经有讲 那当然 你按推是解决体伤 那热能不足 要不要 气阳除雨 也要 因为这个是整套的 所以 有没有效 你都可以用 只是 可是这里要特别提醒 如果是心脏皱体 确定它是心脏皱体 你按了没有效 这时候 内热源要小心 你把它灌了 然后以后检察官 就会把你调去问 我没有骗你 只有这一个 我担心 其实你给他喝也没有错 但是 以现在的 西医主导的医疗政策 你就变得有风险 因为你明明按了 知道他生存机会鸟 你还帮他灌 然后最后确定 他没有办法救起来 那你 你检察官会会找你问我 你刚刚把他灌什么 让他活不起来 会有可能 所以这时候我对内热源 唯一的一点疑虑 就是在心脏皱体 那如果他 灭无光泽 按推无效 就要用灭无光泽 那这个就已经 合乎我们前面讲了 他已经是怎么样 可以确定 热人耗尽大限已至 你记得我们在变音里面有讲 张孔吐气 不见息气 有没有 然后不能表达 也就是像昏迷这样 我们就确定 这个要不要救 不要救 这里面我写的结论就是他热人耗尽 大限已至 也就是你只要有这一句话 就是我已经不救了 原始点以后不救的时候 不是每个都一定要救 那这个时候心脏皱体 你按推无效 然后又灭无光泽 那你几乎可以判定死刑 这时候我建议要就挤 差不多一两分钟内 也已经可以做下决定 这个当场已经死亡了 那这个再去给心眼 不可能再活过了 也没有所谓的加死的问题 所以志工他就有办法判断 那其他的按推有没有效 其他的包括癫痫什么 都容易讲 好 那我把急救的应该这样讲 那就要注意什么空气连光 这个大家要注意 不要太冷太冷 那是后续的一些 有时候在急救是没办法注意到 尤其在两分钟 你就不要 那事后你可以考虑 他按推完的时候 你就可以考虑了 要给他内外热语 他空气是不是流通 肿笼 这个再来考虑 那事实上在急救的时候 你没有那么多的心力 再去考虑这么多的问题 我把急救先讲到这里 我们再来分析一个 最近他们急救的一个 急红红的案例 癫痫及心脏病同时发作的急救案例 我太太换胸部积水已一年半 2017年12月24日凌晨两点多 突然把我叫醒 说呼吸困难 喘不上气 当时神情痛苦 人前腹后腰 焦躁不安 呼吸局促 怕冷 我马上帮他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曾经以此帮助他缓解呼吸局促多次 并且有热电裹身以补充热能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缓解 他的情况就开始加剧 并突然倒下 失去知觉 昏迷倒下时症状 口吐白沫 抽搐 脸歪向右边 好像要说话 但口齿不清 继而变成呻吟 两手冰凉 脸色苍白 并大量出汗 稍微停止一下 他讲了那么多症状 口吐白沫 抽搐 脸歪向右边 好像要说话 口齿不清 还一直变成呻吟 两手冰冷 脸色苍白 大量出汗 这个为不为急 非常为急 那他先生以前也有救过他 只要喘吐揉了 都有效 他这一次揉了 突然间变成这么多的症状出来 还有抽搐 对不对 还有抽搐 还有苦白沫啊 这个他先生判断 还有口眼乖邪 口眼也乖邪 所以他先生认为这个是中风 是中风还是癫痫 还是心脏皱点 认为是中风的疾瘦 我看一下 认为是癫痫的举手 我看一下 认为是心脏皱点的举手 我看一下 好 这个就没有了 不错 起码你们不要连这个都把它当作心脏皱点 我就知道了 这个很明显 有两个 一个是头部的 一定是头部引起来 好 我问各位 中风是静态的 还是动态的 静态的 静态的 所以他是偏瘫无力 会不会抽搐 中风 他是我特别讲 他会流口水 会不会吐白沫 不会 吐白沫是动态的 是谁才会 天弦才会 所以 然后他还有一些就是身影 呼吸 仓处这些 那我就不讲 所以这一个很明显 他不只是癫痫的头部出问题 是癫痫没有错 他还带有什么 上背部心脏病化 有没有 他开始就是呼吸困难传处 所以他是两者怎么样 同时有的 那我怕 我不讲解 反正你们乱猜也猜不准 所以我干脆直接讲 本来这一道是考题啊 我就直接把答案写给你们听了 要不然你们猜得出来吗 我看很难啊 这个都是实战的 好 那这个 好 我们继续来看他下面 按推头部原始点后 很快脸部歪斜恢复正常 也停止了口吐白沫的现象 但他一直呻吟 好像要得到更多氧气 我们用多个红豆袋不断轮流温敷 大约昏迷后一小时左右 呻吟声开始变成了大声的喊叫 呼吸困难 尽管不断用红豆袋温敷 手还是冰凉 当时北美原始点Luna建议 再次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补充内热源 浓姜汤 虽然病患排斥内脉热源 我们还是坚持红豆袋温敷 我和儿子在旁不停更换红豆袋 但我太太仍然不省人事 前后共持续两个多小时 我太太醒来后 除了体力非常虚弱 没有其他后遗症 但由于肺部有积水 血氧不够 朋友建议我们使用氧气 第三天有流鼻血 咳血痰的症状 请教了张医师 张医师说这是身体在自我修复 要我们不要紧张 三天后流鼻血 咳血痰的症状消失 中风后的最初几天 体力异常虚弱 也没有胃口 只能喝少量的粥 虽然卫生间离他卧室很近 但必须有人搀扶才能走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鼓励他用驻步车帮助行走 每天坚持走走运动 现在是中风后的第四个星期 他的体力在缓慢恢复中 目前已不用驻步车 自己可在室内连续慢走20分钟 这个情况有没有很凶险 虽然他不属于 是属于癫痫 但不属于心脏皱体 但我认为他也是心脏病化 有没有 然后他的昏迷 可能来自于头部 还有来自于怎么样 上背部都有 然后在急救他恢复起来的时候 他最后他先生问他 那几个小时还记得起来 他完全没有记忆 了解吧 好 那遇到这样凶险的案例 你们会处理吗 他处理是不是都对 我认为都OK 因为开始他呼吸困难 惊醒了 就知道他怎么讲 我们怎么做 然后案的过程中 还来不及缓解 他又 头部又出现问题了 抽搐啦 吐白沫啦 脸部这些表情啊 种种 身影 然后四肢冰冷 大汗冒住 这个时候是怎么样 上背部体伤 又有怎么样 头部体伤 所以了解吧 这时候赶紧做头部 也是对的 那做完头部之后 他还是不清醒的说 而且还有身影身的时候 可不可以再按 可以啊 再按上背部 他因为他按上背部 没有清醒的 突然间出现头部 他就按头部了 上背部很可能还没有按完 是吧 即便按完 你再这样再按一次 有没有关系 我认为也没关系 但他确定是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一边按 这时候再反复按的时候 就要赶紧怎么样 一边温呼 一边一边按 实作一定要这样 了解吧 那这样就完全没有风险 那按完 就让他休息 你该按的都按过了 那这几个小时就是补充热源 然后注意我说的 后面这一段 要保持环境安静 空气流通 中高温度 应以温暖舒服为例 好 我跟各位讲 我救过同样一个案例 在北京早期 2010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是有讲一个患者 也是这样半夜把我叫醒 他们急救 完全一模一样 他也是怎样 抽筑 然后身影声很大 他们说认为快断气了 我马上按上背 头部 按完再按上背部 然后来回按了 那时候早期还没有 规定要几分钟 我差不多按了5到10分钟 他们认为我按了十几分钟 我认为我没有那么久 但按完 他稍微有苏醒 苏醒之后 苏醒还不是说完全清醒 我看他眼神还飘雾不信 但已经不在多数 然后也一秒 整个床都湿了 是这种情况下 等于没有意识了 然后我 我接下来就是叫他们 因为那时候北京还零度 我叫他们要用电热器 把室温调高 那我认为他之所以会这样 因为他窗户 有风进来 对 他头部以前也有胎乳手术 所以我认为这个才是主意 好那他们做了 结果半夜又把我吵醒 又花坐一次 隔不了多久 那我进去一看完了 因为他的床木高 那电热器低 结果床下热 床上冷 所以又发坐一次 所以像这种 他这时候身体很虚弱的时候 你没有保持环境 空气流通 还有温度适合的话 他再冷会不会再发坐 还是会发坐的 那再抢救一次 那也那时候他还是昏迷 还是胃浆汤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为了他胃不大进去 就是有时候会流出来 那个没关系 他也会慢慢吸收 好那这样经过几个小时 又就行 然后最后我问他回来 我去北京那时候上课又回来 然后问他的整个情况 我说你昨晚到早上 这一段时间在干什么 他说没有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他对于发坐两次的过程 他完全一点都不知道 那跟这一个 有没有一模一样 那呼吸也传出 我说哇这两个 这个会死人的 我认为会死人 所以那时候也是急救 所以这样看来 有时候头部跟上背部 有时候怎么样 你可以以为他癫痫 就只有头部 他有时候还有呼吸困难的 那上背部也有 那这个时候就增加急救的怎么样 困难度 所以急救随时要灵活应用 也有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好我再来放一个好不好 急救案例 2017年11月29号下午7点左右 我开车到旧金山原始点的途中 突然感到头晕 右小腿抽筋 然后感觉胸部像是针扎一样疼 胸闷喘不过气来 但正在高速公路行驶 我先生患有肺癌脑癌 建议我把车停到路边打911 我心想打911会耽误很长时间 我要坚持尽快到原始点 因为我接触原始点已经一年多了 亲眼目睹过原始点 志工帮助病人的案例 我知道这种情况下 只有原始点才能及时救我 坚持把车开到推广点门口 整个人恍恍惚惚 当时我胸部像要爆炸一样的难受 浑身发冷 气喘更厉害了 眼睛睁不开 只能看到脚底下 上面一片漆黑 鼻子和嘴感觉麻木肿了一样 口齿不清 双手抽筋像鸡爪 志工发现我脸色苍白 赶紧过来询问 资深志工立刻先给我按推上背部 一边给我全身温敷 他按完上背部又按推头部 按完头部又反复按推上背部 这时我的眼睛开始逐渐睁开了 抽筋的双手也开始舒展了 也不气喘了 当时平躺和趴下 还是有一点喘不过气来 只能坐着 志工扶着我 不停地给我全身温敷擦汗 我的衣服汗水湿透了 志工拿自己的衣服给我换上 给我做心理辅导 让我减轻心理压力 我觉得自己当时是头部和心脏 同时出问题 志工采用先按推上背部 再按推头部 温敷同时进行 为了避免我和姜水腔道 按推后 在我呼吸平稳时 用吸管和姜水 感谢志工们的大爱 在紧急情况下临危不乱 急救方法准确 分秒不停地救我 在我发病时 首先想到的是 只有原始点才能救我 感谢张医师发明原始点 更感谢志工们的爱心和救助 我会更加努力学习原始点知识 希望我也能够早日加入志工队伍 帮助更多病人 他们的叙述 你觉得志工做得好吗 好 完全标准大 那可见这群志工是什么 训练有事 所以你看很多旧金山的案例 做出来还蛮经典的 那第一个 我们来分析这一个案例 他心脏已经急过不舒服 然后好不容易开车开到 那个志工点 他头部有没有问题 也有 很多症状都出现了 那这时候志工 因为面临这么严重的病 心脏病发 是不是可以保证心脏不会咒病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有可能 刚开始我说心脏咒病有几种可能 突然间停止 也有可能心脏病发 之后才心脏咒病 有没有 循庆渐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第一个要急救的是按哪里 上臉部 两者同时出现的时候 就按上臉部 那按完之后 再紧急按头部 再把两个症状 然后按完之后 他们再反复按上臉部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看 这样看啊 我们不要说按一次 就觉得OK了 有时候还要看症状 如果还没有揉开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继续按 但记得同时温敷 有没有 他们是一边按推 一边温敷哦 然后如果忍了 马上有志工帮他换 那让他随时保持肝脏 那这样患者在恢复 就变得怎样 很快 所以他们很快就把这一个 疾首的案例 他们就做出来 那 今天的急救篇 我的讲法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你们这样听得懂吗 我现在讲的都不是医学界 能够说得清楚的 而这些我们还分类 教你们怎么办辩证 你们都听得懂吗 你们懂得就说我看一下 调查一下 我现在讲法好像还比较不像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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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